2020年12月13日,大天使迈克尔和阿斯塔,你们的星球已经转换为光,传导Linrando。 亲爱的,你们好,我是迈克尔和阿斯塔一起通过这位管道向大家传达一则信息。 我们认为这是一则特别的信息,是带给你们所有人的一则非常重要的信息。 这是一则信息对于更高领域的所有人都具有标志性和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天使高阶王国连同阿斯塔和他的部队都有着很重的分量。 我们认为,尽管你们的星球上看起来情况更加暗淡,尽管你们感觉到我们将要谈论的话题, 但我们觉得我们还是会为你们所有人宣布这个特别声明。 前几天,最高的神圣存有向地球上所有以人类形态存在的十四万四千名天使发出了一个呼召, 他们被要求举起他们的光之键,然后又向所有觉醒的光之子们发出呼召, 让他们也举起他们的光之键,所有在前线知晓发生了什么事的人们, 他们被要求举起他们的光之键,你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你们的高我,你们的真理以及你们神圣形态中的真正之锁是, 你们的真正神性知道该怎么做, 但我们看到了十四万四千名天使和人类形态的天使举起了他们的光之键, 所有觉醒的光之子也举起了他们的光之键, 这位管道在举起光之键的时候也见证了这一切, 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光波在你们的星球周围散发出去, 这不像天使会散发的光,它是波形的, 它散发出来,并确实用你们的光之键把你们所有人连接在一起, 整个星球都亮了, 然后天使之轮也把最高频率的基督意识光穿过了这个星球, 他照亮了在那儿坚守并握着光之键的人, 以及十四万四千名正在完成自己本该要完成的任务的天使们, 他们化身为身体形态去做我们正在见证住他们在座的事情, 太神奇了, 我知道你们在那儿感觉不到, 但这真是个奇迹, 然后我们目睹了传信天使的降临, 他们非常大, 形成了白色的天使, 他们在吹号角, 天使领域欢呼了起来, 因为那一刻, 无论你们是否意识到, 你们的高我也正在坐着他们来到这个星球所要做的工作, 那就是把黑暗变为光明, 尽管你们中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非常黑暗的一程, 但几天前, 你们的星球发生了转变, 你们转变了, 你变成了光的星球, 那些化身到肉体形态的人们完成了他们的工作, 现在将再次召唤十四万四千名天使, 并且将会有更多光之子举起他们的光之剑, 当他们被召唤时, 你们会知道的, 他们会连接整个星球, 但你们会把黑暗变为光明, 我们不认为你们确实知道这一点, 但是整个天使领域都团结一致地欢呼雀跃, 他们鼓掌, 他们快乐, 所有的光之理事会都非常高兴, 因为这需要你们所有人真正的扬生, 这是需要所有黑暗都一劳永逸地从这个星球上消失, 你们必须从黑暗领域中转变, 必须转入光明, 因此, 我们要说的是, 许多光被发送到行星的光波中, 这位管道说过, 许多其他管道也说过, 这些会到来的光波, 但作为一个具象化的星球, 作为人类, 你们必须要转换为光, 实际上, 你们已经从黑暗统治转换为光明统治, 这意味着你们现在再也不会回到第三维度了, 你们所有人实际上都牢牢地把握着即将到来的第四维度, 将会有很多黑暗的人类继续上演着他们的黑暗统治, 但是他们并不会扬生, 他们会扮演他们的角色, 直到他们离开这个星球, 被送出这个星球为止, 他们会去到另一个三维星球, 他们可以继续玩这些黑暗的游戏, 直到他们真正意识到生命中还有更多的东西, 那就是光明, 我想与阿斯塔一起通过这位管道, 为你们中的许多人传达此信息, 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觉醒, 你们中的很多人举起了光之剑, 虽然你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这样做了, 但你们中的很多人确实已经这样做了, 你们中的光之子中, 有足够的光之剑和十四万四千名天使被送到这里, 他们是从神圣的最高光之领域被送来这里的, 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摧毁黑暗的, 他们被送来这里是为了把你们的星球变成光之星球的, 实际上他们被送往这里是为了看到黑暗统治永远停止, 几天前所发生的事情是圣经的一部分, 而这位管道所看到的, 所感觉到的, 以及从那一刻起, 他就知道你们已经走上了阳生的道路, 从那一刻起, 他就知道黑暗的统治已经过去了, 从那一刻起, 他就知道不仅你们可以沐浴在光中, 不仅你们的星球可以沐浴在光中, 而你们现在是光之子了, 当你们生至第五维度时, 黑暗将不再存在于你们的星球上, 黑暗被带走了, 所有的黑暗都被带走了, 黑暗的人类将留下来并上演他们的黑暗一程, 因为负面业力要反馈到他们身上, 而负面业力反馈的越多, 他们必须克服的负面业力就越大, 无论这对他们意味住什么, 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 他们一直都有机会选择走向光明, 他们仍然有负面的业力需要解决, 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光总是欢迎那些走向光的人, 那些有着最高神性的人永远不会背弃任何人, 他们明白现在这一生中的每个人都有选择, 他们明白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转向光明, 希望自己更好, 而不希望自己充斥黑暗, 无论他们的旅程是什么, 但欢迎所有转向光的人, 他们仍然需要努力消除负面的业力, 但是他们可以继续前进, 我们很高兴能通过这位管道传达这则信息, 这是一则巨大的信息, 整个天使领域都在鼓掌, 欢呼, 吹响号角, 我知道你们所有人看到如此黑暗的异程在你们的星球上上演, 你们根本不了解它的变化方式, 因为你们并没有感觉到光的切换, 但我们要告诉你们, 我迈克尔和阿斯塔, 我们要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是光之行星了, 没有黑暗的异程可以在你们的星球上坚持和维持了, 也没有黑暗的存有被允许留在你们的星球上了, 当你们扬升至第五维度时, 当所有人最终都扬升至第五维度时, 你们将只会是光之行星, 现在要把你们所有人都带到那里的话, 还有助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但是我迈克尔认为, 必须把这一则信息传达给你们所有人, 以使你们知道, 尽管你们的计划是沐浴在光之下, 但你们现在已成为光之行星了。 那些化身为人类形态的天使, 那些知道他们该怎么做才能帮助你们所有人, 以及所有觉醒的光之子的天使, 你们举起了光之键, 你们把足够的光连接到了地球周围, 天使领域发出了这束光, 遍布了地球, 它不仅让地球母亲沐浴在光之下, 而且还把你们的星球转换为光, 我迈克尔和阿斯塔很高兴能够通过这位管道传达这则信息, 我们对此欣喜若狂, 这确实意味着巨大的事情, 我知道你们还看不到它, 但这对你们的未来有着巨大的意义, 这意味着非常快速的扬声, 这意味着黑暗会以更快的速度从你们的星球上消失, 这意味着你们所有人都是光, 我和迈克尔一起向你们发送如此多的爱, 向你们发送如此多的光和祝福。